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月光小说十八卷 上次讲到男主的新典开章来可络绎不绝 是个人都来凑个热闹 而在热闹背后 更热闹的独立计划也在悄然实施 可从结果来说革命失败了 但两边都悄然退场 男主这边在七龙珠的陪同下 讨论着最近的局势 七阁城内 各业商会的四人房间里 把愉快地总结着情况 自从革命开始已有一个月 内乱依然在持续 七阁在适当时机 按照计划向爱恩王国宣布了独立 七阁同时也向革命势力宣布独立 无论未来谁能统一爱恩 七阁都明确表示 这座城市将由居民自己致力 毫无疑问 双方都不承认这个声明 换句话说 七阁现在处于被王国和革命军 同时威胁的局面 王国方面要求七阁撤回独立宣言并归顺 还要求接受领主派来的名义上的地方官 虽然表面上是命令的形式 但其实已经成了近乎恳求的请求书 领主方面已经开始退缩 但王国的态度依然没有太大变化 革命内方的态度也是很强硬 如今爱恩似乎被分成东西两派激烈交战 七阁位于西部边缘 势力范围上属于正边方 在这种局势下 冲突还在继续 应该说这是革命派策略奏效的结果吧 西部的王国支持者和东部的革命支持者 分别被敌对势力镇压得一干二进 在这种混乱中 一些邻主也逃走了 或许会有能用的人才 男主想整理一份名单 然后交给北方努力经营领地的爱娃他们姐妹看看 看来爱恩的确已经处于陌路了 邻近的港口城市 好像要依附于齐格的保护之下 爱恩王国确实没什么人望 如果这个阶段战火蔓延到齐格城 那就意味着伦布朗特和彩绿的计划彻底落空 男主不由得从窗外望去 他现在要去确认站况 巡视了店里的情况后 男主顺着楼梯下到一楼 然后走出了店铺 战乱对店内也有影响 慢慢会混乱起来 即使想增加座位 现阶段也不容易做到 为了尽量避免拥挤 男主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入口给餐厅使用 然而面对这么多顾客 到了高峰企业 只能依靠顾客的配合 尽可能提高翻台率 男主边走边向排队的顾客们点头致意 然后赶往冒险者工会 这一切正如伦布朗特先生所说 冒险者的数量不仅没有因为战争减少 反而比战争开始时更多了 突然有人从某处叫住了男主 人群中走出来的是一位红发的女性冒险者 托亚 齐格通过向冒险者发布任务 寻求他们的协助应对这次的危机 冒险者们通常都是少数人行动 不适合编入军队 但作为斥猴或游击队员 他们的特长却能得到发挥 冒险者工会禁止国家强行征召冒险者参与战争 但如果冒险者自愿行动 工会就不会干涉 如果国家真的试图强行征召冒险者 工会会竭力抵抗 按照托亚所说 现在没有任何军队向这座城进兵 所以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了 托亚最近完成了前往荒野的主要目标 也就是男主把家传宝物还给他的事情 现在他似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新兴 但就算这样的他 表情也变得阴郁 显然他在考虑 如果军队真的逼进城镇时该怎么办 托亚小姐所在的冒险者团队 是目前七阁城中表现最为出色 实力最高的队伍之一 他们也在协助城镇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团队一工会委托或直接受城镇请求的形式 参与了这场战斗 正如托亚小姐所说 冒险者是进攻型的专业人士 擅长主动出击 他们并不擅长守卫阵地的战斗 因此 伦布朗特和城里的议会 决定将冒险者作为游击队和骑袭部队使用 男主也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对于附近的部队 冒险者可以通过隐秘行动进行袭击 如果是较远的敌军 各业商会会协助 悄悄地使用传送术将部队移动过去 然后通过骑袭不断击溃敌军 尽量避免正面交锋 当然 男主们也没有忽略切断敌军补给线等破坏行动 正如托亚小姐所说 他们的成果几乎是满分 目前还没有一支敌军能够抵达七哥 敌方应该也逐渐意识到 从一定距离外派遣部队到这座城市是不可能的 即便如此 托亚似乎还是对城市的防御感到担忧 退休后被商业雇佣的前冒险者很多 尤其是那些曾在这座城市活跃的人 陷让没有一定的实力 这座城市的商人是不会雇佣他们的 换句话说 即使是私设部队 他们也确实很强 也正因如此 他所担心的就是 没有核心人物可以带领这群人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找到有丰富实战经验 指挥经验 并且没有被其他地方雇佣的优秀人才 这一点男主也能理解 托亚看着男主 想让男主像那只蓝色狸猫一样 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 然后把问题解决了 为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留言 托亚注意到了周围的目光 贴心地告辞了 最后 托亚的妹妹和小巴走得挺近 男主也希望他们好好玩 他前脚刚走 男主又被人不知为何地突然叫住 男主不禁喊了出来 今天到底怎么了 经过了解是伦布朗特想要见男主 居然在冒险者公会 即便在独立谈判中遇到什么困难 也不至于会这么急着来找男主 可能是有什么事想让隔夜商会处理 大家可以看出来 虽然一直没有站到台前 但在这件事上 男主早已决定站在齐格一方 无论如何 齐格现在正在为了独立而战斗 看来只能去看看情况了 进入房间后 几个人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地图和图标 房间里有一张大的圆桌 冒险者公会内的这间房 通常用来决定齐格的战略或处理政治事务 这间房已经成为决定城市走向的地方 因为某位尚卫龙的恶作剧 冒险者公会的内部某些地方 被变成了异常严密的密室 这种地方几乎能抵挡所有的魔法攻击 物理上也很难窥探 十分适合用来保守秘密 至于那位尚卫龙 电台鲁特 他只是笑着说 如果有人请我帮忙 当然可以借出这个地方 而且作为冒险者公会的一员 我们并没有泄露任何信息的打算 当然前提是对外 他接着说道 如果涉及到工会的利益 那我可不介意利用从中得到的任何信息 无论是他亲自行动 还是让冒险者去做 有很多方法都可以操作 当时的表情实在是坏透了 因此 尽管这里再安全 也几乎不可能让国家或领地 在这里利用工会来召开会议 不过 齐格对冒险者公会并没有敌意 反而依赖工会作为他们的战力 如果是商会方针的会议 内容被偷听或被指导 可能会带来麻烦 但如果是城市方针的会议 根本无所谓 顺便一提 作为齐格冒险者公会的信息中心 与荒野相关的情报都会急于此 防护措施也异常严格 鲁特曾说过 墙上的耳朵会被割掉 纸门上的眼睛会被弄瞎 试图偷看的人可不会有好下场 对于间谍们只能表示默哀 迎接男主的人是伦布朗特 虽然他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但他的气色却好得令人惊讶 似乎一天比一天好 闹独立还能反老还童呢 伦布朗特解释道 前几天收到了来自科兰的书信 信中不是说要结盟 而是请求庇护 所以想听听男主的意见 科兰是齐格的林镇 是一个港口城市 男主最近才听说这个地方 目前还没有太多情报 伦布朗特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与以往那些城镇不同 这次并不是单纯的合作关系 因此内部对如何应对 意见分歧很大 男主听出来了 信秋庇护的意思 并不只是表示愿意站在这边 而是要求保护他们 换句话说 科兰实际上是在请求 成为齐格的附庸 如果接受这个请求 那么齐格就不得不应对 那些对科兰不满 或试图对其下手的人 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 况且两个城市之间也有说短不短的路程 正因为如此 目前的情况就是意见两极分化 有人甚至怀疑 这是否是为了从内部瓦解的阴谋 然而 火焰时间不做决定 反倒会是自招麻烦 所以大家决定派出使团 出使科兰 其中 葛耶的代表 就是巴 伦布朗特最担心的是 科兰可能在策划什么阴谋 对齐格们不利 是否将其纳入庇护之下 是下一个讨论的一批 但老实说 男主不认为那座城市会对齐格露出獠牙 他们与葛耶商会的关系也很好 虽然现在的科兰已经非常繁荣 成为了邻近地区的第一大港口城市 但直到不久前 他还是与附近的其他港口城镇 同样规模的小城 称他为渔村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 自从林带着石和矮人长老访问了那座城市 开始从海中捞捕海产 局势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商会至今为止 也在那边进行了大量的采购 并且还有一些人在那亲自学习造船 根据这些人的报告 克兰不仅没有其他国家的影子 甚至还实行了和齐格一样的自制 他们表示 想要继续与男主们保持往来 甚至愿意成为男主们的庇护对象 这确实引人注意 但他们态度相当友好 男主不认为他们会做出陷害齐格的举动 突然这么想的男主 脑中闪过一股电流 但或许并非如此 正因为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所以连布朗特才派人去调查 不管是有什么疑虑 还是他变得谨慎了 像男主这么亲信 恐怕才是危险的 克兰的现状 在座的人应该都清楚 男主把脑中的想法整理了一下 还是把克兰态度友好的情况转达了一下 那片海域 海王族似乎经常出没 虽然男主不太了解海的好坏 但他们说克兰近海 就像是避暑圣地一样的好地方 另一家商会 以宝石和矿石买卖为主的 商会的代表插入了对话 他也知道可业在那儿的商务 那是一位50岁左右的男性 身材矮小但衣着得体 是商会第三代接班人 名字叫西兰 男主第一次知道他是通过巴的汇报 他询问了关于巴的情况 男主姑且确认一下 他是否赞成将克兰纳入庇护 由于那里的水晶珊瑚 加上他被禁止出入克兰 这次对他这个商人来说是一次好机会 至于是什么理由 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事 以市场的十分之一 甚至百分之一的价格 强行压价买之类的吧 如果能在这次城市间的谈判 做出贡献 肯定是修复关系的好机会 不过这个谈话 让男主注意到了海洋材料的开发 男主对这个男人说道 虽然是长辈犯下的错误 但也深刻反省了过去的行为 请代我向柯兰的人转达问候 西兰听到男主的话后 先是一瞬间愣住了 随后立刻露出了微笑 表示同意 他向男主行了一礼后 便回到了铺开地图的圆桌旁 这时 伦布朗特又向男主搭话 问男主觉得科兰不会背叛吗 男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虽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 但从印象上来看 不会 不过考虑到目前独立的事情 悬而未决 男主也明白 如果再将科兰纳为附庸的话 会存在风险 这句话得到了伦布朗特 是吗的反应 可他觉得有两点很奇怪 一是为什么是现在 虽然科兰的发展不如 齐格那般迅速 但他正处于一个要大发展的时期 而在这种时期下 明知道有危险 却还主动向齐格寻求庇护 这一点让他很困惑 男主觉得也是 而他说到的第二点 更让男主意外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